好继续带你来看到交通的意外事故了 在玉里的台九线268.2公里的三名路段 16号晚间54岁的鸿杏男子骑乘急车 那么不明原因追撞同向前方的行人 导致45岁的鸿杏男子是受伤昏迷 那么送医急救呢仍然是伤重不治 那么详细的事故原因警方正在调查离庆当中 黑漆漆的道路上远警用手电筒照地面满地的碎片 散落一地几乎看不出原本的模样 原来这里刚才发生了一起车祸意外 上周六10月16号晚上6点多 一名54岁的鸿杏骑士沿着台九线往北执行 行进花莲玉里268.2公里三名路段的时候 疑似因为天色昏暗追撞前方路人 导致当场昏迷送医不治 在台九线268.2公里处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一部重型机车由台东往花莲方向行驶 行驶到事故地点时不慎撞击到路上行走的行人 造成机车歧视及行人均送仓送医 而后行人经急救后人不治 那机车驾驶经检车后没有酒精反应 那全案1A1交通事故受灵 死者鸿杏男子今年45岁在花莲卓西乡公所农业客担任约聘故宫 同事接到二号都相当不舍 由于事故现场路段没有监视器 死者家属在地方社群网站贴文 希望有路过车辆能够协助还原事发当时情形 当地居民就说事故地点路幅不宽 晚上光线昏暗视线差 行人走在马路上很危险 详细的事故原因警方调查厘情 记者高双双玉女镇采访报道